今天要來講的是那個 那個月期的保養 然後我們先談的是 薩斯風我們會有一些灰塵啊 或者是說尤其是冬天啊 冬天的時候那個天氣越冷 然後我們吹就很冷的時候 我們薩斯風它會很冰對不對 那當你我們吹進去的氣 它是屬於熱的 那冷熱這樣子結合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很 裡面就會產生很多的水氣 那不是口水 對那不是口水 那怎麼那麼多口水 那不是口水啊嚇死人 那如果說你夏天啊 那在冷氣房裡面如果冷氣開得很強 那你的薩斯風很冰 那你吹的話也會產生很多水 要不然你正常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夏天的話 就是那個那個水 裡面的水會很少 那冬天的話你會發現 哇你這樣子弄到處來就一堆 那是因為天氣很冷的關係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就是我會用這種 就是它是薩斯風管月用的 你看它圖片就是有那個小老爸啊 薩斯風啊 它是管月用的一個清潔用品 然後就是 就像穩潔這樣子 你這樣子噴 然後它就是它標榜就是 它不會去傷害你的那個漆面 就是亮光清它不會去傷害它 好讓它就是 我們做清潔的時候 如果你亂噴啊 比如說穩潔啊是什麼東西 甚至於用汽車蠟啊 它可能會傷害你的那個漆面 亮光清啊什麼的 那它就是寫的就是說不會傷害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好像有說那個就是說 如果你有些地方 我們是不是很難擦 擦不到 那它是說它乾掉的時候 也不會有那個水質的痕跡 不會有那個水的痕跡 我那時候就想 就看到它這個有這個 這個註解這一項 我就很心動就買了 它買回來之後我發現 它隨便擦它就會很亮 它就會很亮 確實它會不會傷 這我不知道 只是我也是用蠻久的 我沒有發現它有什麼問題 它確實真的蠻好用的 就是直接這樣子全 全部從頭啊 這樣子稍微噴 噴完之後就不要再噴了 然後就開始把它擦乾就好了 那外觀的漆面的管身的部分 我們大概是這樣子處理 好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像有的同學會有買高韻的啊 中韻吃中韻啊 甚至於有好幾把 那如果你時常做這些清潔動作的話 你甚至於可以去找那個 看有沒有這種大瓶的 跟這個來比的話 它的容量還差蠻多的 你就是可以考慮買那一種 好那接下來 有的部分的話 一樣是剛剛那個品牌 一樣是剛剛那個品牌 那它這邊是 它不會直接就出來 你要稍微 你要用力擠的話 它才會滴出一滴出來 那剛好就是我們需要的 好我們不能說 我一到就 整槍耶 我們不能是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 它是需要一滴 那比如說 我以這支連桿 這支連桿來說的話 那我們就是去滴到 這個連桿跟這個圓形的中間 這邊會有一個縫 然後我們滴一滴進去 好然後我們再去做 你看這支連桿 它的按鍵在那裡 然後你就是 讓這個連桿在那邊轉動 讓那個 那個油 跑進去 一支連桿你大概滴 一滴兩滴就好了 你不要 一支猛滴齁 不要到時候滴到整個 整把什麼都是 都是油 這樣也不會是好事 你就滴個一滴 看你多久 保養一次 如果你是蠻時常保養的 其實 不見得要時常去滴這個油 其實那個很久才滴 滴個一兩滴就夠了 那基本上就是 你弄得到的地方 你就滴個一滴兩滴就好了 然後 然後讓你做動一動 轉一轉 然後讓它流到裡面去 好 改天 好幾個月 你再滴個一滴 好 就這樣子 它就能保持你這個 這個連桿裡面 它就是 比較不會有那種乾澀的狀況 好 你只要看得到 然後可以 可以滴的你就 給它滴個一滴兩滴就好了 好 接下來 我們這個 軟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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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要 我們買薩斯風的時候 它通常不是會附贈這種嗎 國產的 國產 你買國產薩斯風 它通常會附贈這個 軟木膏 我跟你講不要用 真的不要用 太爛了 真的爛 爛到爆 你 你要好一點 你就去買這個YAMAHA的 好像會反光 好像會反光 YAMAHA的這個 不是很好買 網路上 不多 網路上不多 我覺得 它真的很好用 它真的很好用 然後 那個 你也 如果沒有這個 你就直接用 凡士林就好了 去買凡士林來用 凡士林 絕對還比這個 好用 好 然後你就是 我們 我們通常是不是 會在這邊抹一點 然後 然後 弄在這邊 然後插進去 對不對 那你手是不是還會有一些多餘的 那我建議你喔 先不要稍微給它抹 就是把多餘的 在那邊弄一下 這樣子 你插進去的時候 會更順手 會更順 不會卡卡 不會卡卡很順 會很順 好 然後 軟木膏的部分 是 用在 這個軟木 然後我 多餘的 我會把它插在那個地方 好 這是 這是軟木的部分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是不是很 最重要最重要的 皮墊 皮墊 竟然是皮嘛 皮嘛 那 那我們就用我們的皮椅 皮椅的 就是保養的清潔 你汽車 皮椅的保養 看你 看你是習慣 用哪一種 那 基本上我是買 我不曉得市面上 到底有多少種 那基本上你是 最好是買 好一點的 好一點的 好 越跪越好 不要買那個99塊的那種 那我這個是 還好 那時候特價 原價是500多塊 它特價是400塊 那時候 反正你就是這樣買好一點 然後買好一點 然後 我不曉得會不會有 那種固體狀的 比如說像這種固體狀的 好 那你 反正基本上 你要看的是 你千萬不要買那種 不好弄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棉花棒 然後 像我這個 它是屬於 菱膠 有點像乳狀的 好 所以說我把它 滴在一個小小杯子裡面 然後 我就沾 沾那個 然後我就在我的皮墊那邊 去 輕輕的 你要知道喔 它這個棉 不多喔 好 棉沒有很多 然後 你千萬不要讓你 不要讓你 這個塑膠 去刮到你的皮墊喔 所以說 你千萬千萬一定要很輕很輕的 很輕的去擦它 你千萬不要說 這邊很髒 很髒 你在 換 換 假設這邊髒了 你在 反正這個很便宜對不對 你再換另外一面 然後再沾 然後輕輕的去擦 然後你發現皮墊還很髒 這邊也髒了 你再換 一直很輕的 然後一直換 一直擦 一直擦 千萬不能用力 拜託 要不然會破掉喔 很危險很危險 基本上你輕輕的 不可能會出問題 你只要很輕輕的 很輕輕的 輕輕的 還要有一點輕輕的 touch到而已 然後 接下來 基本上 我們在用這個地方 都是不會有問題 因為它洞很大 那如果說 遇到比如說 比如說像我們高音啊 高音薩斯風啊 比較高的地方 它那邊是不是就會 洞會比較小 那你就是用尖嘴前 反正你就是把那個 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美花棒 把它壓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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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可以滲進去了 然後你一樣輕輕輕的去擦它 目前我還沒有遇過 我弄不進去的 你記得 要壓它 你不要 沒有壓的地方 然後硬是要伸進去 然後 這是說皮墊的部分 皮墊的部分 然後你用完的時候 你吹奏完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的是 它台字附贈的這種 通條 這種 滲進去 然後通一通 當然也是可以 或者是你要買這種 下去 通一通 也都可以 那基本上 基本上它是通的是 管壁 管的 裡面的 牆壁 就是牆壁 那個地方 其他 像 像我們這個 凸出來 凸出來的地方 它可能就沒辦法 清潔到 對不對 那個地方可能就 真的 你也只能用棉花棒 弄得到的地方去弄而已 那個真的是無解 那個是無解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你那個 使用完 你皮墊 你皮墊可以的話 你去買吸水面紙 去吸一吸 把那個水分吸一吸 好 然後 這個 保養的部分 你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去這樣子保養它 你就是 你看你是要固定一個月 就保養一次 還是半個月保養一次都可以 好 這是你就是用這樣子保養方式 然後 那個 剛剛要講什麼 我突然 頭腦就斷點了 我剛剛要講什麼 讓我想一下 那個 那個 就是說 你如果說 你有吸 吸水面紙 好 最好去買個吸水面紙 然後 吸水面紙 之外 它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 我們有些 按鍵 不是會 沾黏嗎 那個 很頭痛 那個問題 真的很頭痛 那你可以用 比如說 不只是一張 它可能是兩 兩 反正你就是讓它稍微有一點厚度 稍微有一點厚度 那我們通常會黏 沾黏的按鍵是什麼 伸發 不是啊 伸手 你按收 伸 收伸 你看見 會跑的那一個就是了 這個通常會黏住 好 然後你就是 每次吹完的時候 你就按 收伸這個按鍵 然後 你 這個把它插進去 像這樣子 像這樣 這個 讓它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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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也是 就是 降吸這個 那個伸多這個 伸多 二樓外側 伸多這一個 這個按鍵也是 市場會沾黏 這個也會沾黏 然後你也一樣 就是塞進去 通常是這兩個按鍵會沾黏 那你就用吸水面紙去把它塞進去 然後你每一次要使用它的時候 變成你要再先把那個吸水面紙拿出來 拿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完全不會沾黏 就完全不會沾黏 好 那你長期下來 我以前遇過的狀況是 一段時間下來之後 就可以搞定了 那如果是沾黏問題依然是存在的話 通常是那個你就要請工廠幫你做調整 通常是鋼針 鋼針的那個軟硬的配合問題而已 它蓋的地方太過 那個鋼針太過用力 要把它彈出來的那個鋼針不夠力道 所以說變成它座位一直蓋著 彈不出來 那就是變成你 如果鋼針不是調整上的問題的話 通常這樣子可以解決 那如果是鋼針的匹配 它的力道調整問題 那可能就要送到工廠了 那如果是沾黏 單純那個皮墊的沾黏問題的話 這個問題是 以前我發現可以解決的問題 它一段時間之後應該可以解決 另外一個這個是一個很白目的問題 不是很白目的動作 你不見得你一定要做 可是我就是喜歡做 就是我們鋼針喔 我們鋼針用久不是都會生鏽嗎 然後生鏽之後它可能 你再繼續使用它 它可能就會斷裂 那這個是女生的那個指甲油 透明的指甲油 透明的指甲油 你沾一些然後在鋼針那邊抹 你會發現 它不容易生鏽 就有點像 鋼針上面噴了亮光漆 這個概念 對 你不一定要做 但是如果你 你很care你的鋼針會生鏽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 你要做的話是 太裡面不好施工的 你就不要理它了 那個真的就麻煩 你好施工的 你再去做就好了 這個蠻好用的 這個女生這個東西蠻好用的 好 那 基本上是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 想一下 看有沒有需要再補充什麼的 好 那 吹嘴啊 竹片啊 這些清潔用品 當然 就 清潔的話 這個 就沒什麼好說 每個人都 都可以清潔 都會清潔 好 然後 我只是順帶一體 因為 我怕我改天在別的課程 忘記講 那我現在有想到 我就先講 就是我們 我們的竹片啊 我們的竹片 有時候你買 就是買了之後 你在使用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些問題 那 可能你會想要去做一個 嗯 修剪的 就是 研磨的動作 對不對 好 你可能會想做一個研磨的動作 好 或者是說 你覺得 這個竹片 這個竹片 因為我們 你如果去透光去看它的時候 它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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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透光的時候 你看它研磨 它如果是產生 這樣子的時候 跟 這樣子的時候 它是不一樣的 它是會產生不一樣 好 一個是屬於比較偏絕飾 阿易格式可能是比較偏 流行樂的 好 好 那 那個我們就先不管它 那 你會發現喔 它有時候它可能是 摩的時候 它有一點 不平均 好 不平均 好 或者是說它眼 摩的 不夠 不夠上去 欸 不夠下來 它可能這邊 還是怎麼樣 反正你需要再去處理它的時候 那 一般我們是不是都會拿 那個 刀片去研磨 然後 網路上 有 做一個 竹片的研磨 那個 光是這樣子 一 一根而已 它不曉得是什麼材質 我忘了 三四千塊 是兩三千塊 反正就是貴到不行 那個就買不下去 阿這個是 網路上 這個是網路上就有在賣的什麼東西 它是磨刀的 它是磨 在你刀是不夠不利的時候要去磨的 他說它硬度是很硬的 可是我這樣子去摸它 基本上是不會去刮傷 它是靠那個硬度 是在這一片 這個 這個 不曉得是什麼 鋼 鋼 鋼的材質 還是什麼 我忘了 反正 它就很好用 我這樣子去磨它 我這樣子可以去磨它 然後 有的 有的那個竹片 是不是 角落都會有那個 就是 那個 會有一根阿 竹 竹 竹穴阿 然後 然後 可能就是會有一點 不小心可能會刺到 那我們可能會去 你就可以用這個去磨 稍微去 倒一下腳 倒腳 它不會那麼銳利 然後去刮傷之類的 就很好用 然後如果說這一片阿 你就 莫名其妙就有點厚 就有點吹不動 就剛性太硬了 你會有點吹不動 可是 一樣的號數 就是你一盒裡面 十片嘛 那你可能就是 會有一兩片可能 就有點比較 吹不動的 比較感覺 有一點問題的 吹不動的 反正你就是可以用這個 然後你這邊 磨兩三下 這邊再磨兩三下 然後 你可以裝上去 吹 欸 還不夠 好 那平均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磨個幾次 然後試一下 試一下 你就會發現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 這個蠻好用的 磨刀的 這個幾百塊而已 結果他們 光是這個東西 一整根這樣子 賣兩三千 還是三四千 真的是很扯 吹 那 我是推薦 直接買這種東西就好了 吹 然後 甚至於 你可以把這邊都把它切掉 變小一點 因為我們其實有不需要那麼大 吹 對 阿就蠻好用的 吹 這是 可以磨那個 竹片的 好 那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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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上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 方向 那 我 如果改天我想到還有哪個地方 沒有講到我再補充 好 那原則上大概是這樣子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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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